不但王室重男轻女,嫡公主命名大典被取消,未来很可能没有封号 不但虽然被誉为幸福感最高的国度,但是地后的感情却扑朔迷离,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配马虽然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但是婚后也受了不少委屈,看来王室媳妇真的不好道 嫡公主已经出生快三个月,反照王室传统要举行命名大典,但是现在却毫无消息 两位王子的命名典礼无比盛大,甚至都登上了国际热搜,嫡公主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从很多细节也能看出,不但王室真是重男轻女,完全没有给嫡公主应有的体面 很多王室专家甚至爆料,嫡公主不光待遇降级,甚至未来可能没有封号 最为诡异的一点是,自从嫡公主出生后,配马和及格梅国王以此都没有通过 原本以为帅气国王会回归家庭,如今看来双方就像完成任务一样,交集越来越少 之前吉德梅国王被爆金屋藏娇,伤透了配马的心 那段时间配马态度冷淡,出席公务的时候也是全程黑脸,跟国王丈夫没有任何交流 嫡公主在出生之前,不单国王夫妇出席多场公务,当时配马的脸上挂马了微笑 可见怀孕期间,吉德梅还是很贴心,搬前马后嘘寒问暖,但是如今却变了样子 七岁的长子已经被册封为王主,配马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底 但是狄公主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不光没有正式的命名大典,甚至连正面罩都没有公布 不单王室虽然小,但是内部的纷争却不少,宣传的是童话爱情,但是却是实打实的政治联姻 不少王室专家都分析,生完狄公主之后,配马可能不会再生育 毕竟已经超额完成任务 只能说童话里不是骗人的 王室给出的版本是,吉德梅对七岁的配马一见钟情 但是现实却是一地鸡毛,配马婚姻生活并不顺利,甚至也谈不上幸福 现在配马的生育任务已经完成,王室方面也很满意 这段婚姻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但是不单王室重男轻女的做法,还是引发了外界的不满 不少网友为嫡公主名不平 欧洲地区的公主不光备受宠爱,而且大部分还拥有继承权 亚洲王室传统守旧,公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不光没有该有的冷遇,而且会被王室边缘化 龙太子过一周岁生日的时候,直接被册封为王主,并且发布了纪念碑 嫡公主的待遇直线下降,甚至连一张正面照都没有 未来肯定是两个哥哥的陪陈 不少网友都觉得,嫡公主降生后,不单国王夫妇的关系会有所缓和 但是现在看来也没什么作用 配马每次出席公务都是单独亮相 即使出了月子,也没有跟国王同框过 大众期待王室发布最新全家福,即使没有命名典礼 也应该让嫡公主公开亮相一次 下一月就是不单的国庆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说不定可以一睹嫡公主的卢山真面目 前段时间,不单国王访问印度 配马不光没有陪在丈夫身边,甚至都没有到机场送行 看来这段婚姻的使命已经结束 不单地后秀恩爱的频率直线下降 未来真不知道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童话爱情的滤镜也彻底破碎了 去年员